克力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岛平渡 叔您怎么称呼 我姓菊 菊叔 咱们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巧克力的 我从前年 大前年嘛 使用巧克力四五年了 四五年了 这几年用下来 感觉咱们巧克力效果怎么样 在这个黎叔上 我感觉使用巧克力的感觉 是非常满意的 为什么呢 以前没使用的时候 你想再来说吧 这两棵树怎么那么黄 我想这两棵树 没使用是之前吧 它就这个情况 它发黄 前期发黄 后期发贝 我这一棵树吧 它就死了 它从使用巧克力之后 还明显 它的叶子也好 干血也好都非常发达 就养过来了 看这些树就非常好了 这就是正常的树 对 它管理也非常高 对 这个叶片就厚实 蒸绿有亮度 嗯嗯嗯嗯嗯嗯 那咱们这个 就是这一劲这个梨的话 你这个是用几遍巧克力 一般的熊往下水彩的五遍飞了 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 从冬天咱们追关了以后 叶子三星两晃时间咱们就试了 到了冬天咱们再上一遍 追上这个肥 嗯 叫上水 月子肥 这就相当于 放冬 嗯嗯嗯 当咱翻车这时间 再十一遍飞了 嗯 到现在再使用 嗯 然后再就 买一碗蓬果切吧 套上袋以后的蓬果肥了 嗯嗯 然后切再上一次 基本上这五次的肥料吧 嗯 就差不多了 嗯 就是咱们每次用的话 这个用量怎么样 每次用量最少也得七十八十斤 嗯 这是多少年的树 这树在十几年了吧 嗯 以前摸这树也就不行 它不结果也不多 嗯 那叶子发黄 你现在这叶片吧 对 多少果吧 这就非常好 嗯 看着咱们这个果今年做的也不少哈 多 嗯 这巧克力的话就是从生根啊 养树啊 嗯 这块的话效果是非常好 在咱们离树去的话 这是普遍的一个就是效果反馈 对对对 它是综合的营养上来了以后 这个根系好了 它树式慢慢就养强了 对对对 自然就强了 对对 行 咱们那个去年这个这个产量怎么样 就是用巧克力的这几遍 这种用巧克力之后吧 产量也非常明显 嗯 大幅度的提高了 嗯 以前也就是说 三到五千斤 啊 使用巧克力之后就留到八千斤 现在就八千到一万斤 哦 它这个锅的表光也好了 啊 嗯 从去年哈 我我尝了这个这个 这个李老板那儿的这个李 啊 口感甜度真是好 嗯 表光 平均在这个14个糖 差不多的这个口感是真的好 嗯 我感觉巧克力这个花费吧 嗯 值得行 啊 哈哈 嗯 那个 总体来说对咱们巧克力 这个是呃 非常满意啊 非常好就是好啊 啊 那不好 我在你这想算好 他也算不了啊 谢谢啊 巧克力 助力 离数 增产 增收 巧克力 可可可力 可可力 对咱们的费 对咱们的费